了解曲艺的人都知道 在一个曲艺派系中 除了师父以外 最重要的人就是大徒弟了 因为这代表着第一个被师父认可的人 地位仅次于师父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德云社的少班主郭麒麟 很早就收了自己的大徒弟 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很密切 5月1号于谦的徒弟 德云社的大哥冯兆阳发文 晒出了郭麒麟大徒弟的近照 虽然小小年纪 冯子轩戴着黑色的墨镜 坐姿霸气十足 整个造型非常吸睛 郭麒麟的大徒弟叫冯子轩 他不是别人 是于谦的徒弟 也就是德云社大哥冯兆阳的儿子 而郭麒麟和冯兆阳是亲师兄弟 郭麒麟也是于谦老师的大徒弟 有人可能会说了 为什么郭德纲不收郭麒麟当徒弟 因为按照取义的传统 父子之间是不能拜师的 因为怕父亲心疼儿子下不了狠手 也就难以成才 郭德纲和于谦按照规定 双方的儿子互相拜了对方为师 在冯兆阳晒出来的照片里 冯子轩坐在椅子上戴着墨镜 两只手揣在兜里看向一旁 两条大长腿在前面十分吸睛 冯子轩的这个造型 用一个词来形容非常合适 那就是皮帅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颜值 恐怕要成为未来德云社颜值的接班人了 冯子轩身为郭麒麟的大徒弟 等将来郭麒麟接班以后 冯子轩真可谓是前途无量 在冯子轩的照片上 冯兆阳配的文字是大佬的五一假期 粉丝们看到这句话以后 都说冯子轩的这个造型 确实是像个大佬 有的粉丝甚至开玩笑 问冯子轩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大家都太喜欢冯子轩了 冯子轩小小年纪 已经积攒了这么好的观众缘 将来如果真的登台说相声 那个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真可谓是出道即是巅峰了 总结起来说 冯子轩如今小小年纪 虽然还没有明确表示 未来要说相声 但是从小被冯兆阳 郭麒麟 张云雷等人熏陶 恐怕未来从事相声行业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冯子轩的成长 离不开冯兆阳的用心培养 正所谓父爱如山 冯兆阳用自己的努力 为家人带来了优越的物质生活 作为德云社的大哥 冯兆阳真是大家学习的典范 广兆稳